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前往中國參加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的 美國總統奧巴馬11月10號抵達北京 並對目前的香港問題發表了他的看法 據美國自由亞洲電臺報導 奧巴馬在和澳洲總理艾伯特會面期間提到香港 奧巴馬說香港的民主示威是個複雜的問題 美國在香港問題上想要傳遞的首要信息是 希望避免暴力出現 據報導美國華府的政權人士透露 中共認為在APEC期間提出香港的問題是不給面子 過去一個星期中方已經在華府政權出動外交人員遊說 希望美方不要提出 另外11月10號的下午 奧巴馬在2014年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 發表講話的時候 還提到了中國的人權和新聞自由問題 據美國之音報導 奧巴馬在談到美中關係的時候說 我們希望中國成為一個重視知識產權保護 拒絕為了商業利益在網上竊取貿易秘密的創新經濟 最終走向一個更由市場決定的匯率 維護人權和新聞自由 奧巴馬還說要讓年輕人能有機會了解更多的世界信息 讓工人們能組織起來要求更好的工作條件而不會受傷 奧巴馬表示他們提出這些建議並非因為對他們有好處 他們建議中國做這些事情是為了中國的發展和亞太地區的穩定 不過就在奧巴馬在APAC會場內敦促中國維護人權的同時 會場之外北京市民因為這次APAC會議受到的騷擾 不但沒有減輕而且還在加劇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為了迎接參加APAC峰會的各國元首 北京市民除了之前就有的被斷奶被停工等等之外 11月10號和11號在各國首腦到達北京的兩天內 會場所在地的北京懷柔區的居民還被禁止使用手機 而警察對在京訪民的地毯式清洗也仍在持續 大批去天安門散步的訪民被劫走 數以千計的訪民遭到遣返原疾 觀眾朋友接下來讓我們一起關注這一期的時事禁聞